完全沒有 從妹妹出事到現在完全沒有 到底是不是人啊 修士平 你到底是把我女兒弄成怎樣啊 痛哭失聲的母親氣氛的為女兒含冤 強力堅決會為女兒的委屈高到底 日前在二月底 桃園縣盧竹香一名照姓十四歲少女 疑似遭強冠高粱酒 不到一個小時 體內就累積四百多度的酒精 導致急性酒精中毒 腦缺氧陷入昏迷 就在十四號早上 照姓少女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醫院宣布死亡 頭一天下午將遺體送至殯儀館 家屬相當痛心 所以我絕對會告到底 我要還給我女兒一個公道 得知照姓少女離世的消息 家屬幾乎崩潰 加上被告當事人的家屬卻從未前來醫院表達關心 對照姓少女不聞不問 讓家屬的情緒更加氣憤 堅持要追究對方涉及的刑事責任 整起案件持續有桃園縣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中 必要時家屬也願意接受法醫的遺體解剖要求 整起案件當事人都是未成年少年 照姓少女的家屬認為自己的女兒不會喝酒 短時間內能酒精中毒 而且胸口不明的零點四公分身的抓痕 相當懷疑對方始終沒有說出實話 判檢察官能夠明察 要為照姓少女拿回公道 記者 阿布斯達阿魯 桃園中立 採訪報導